当然不希望两岸之间有战争的冲突 但中东的战争是停不下来 最新的消息看到很多新闻画面 哈马斯的领袖辛瓦被击毙了吗 这是以色列最新的军事行动宣布 包括了以无人机去攻击辛瓦 在以外交部长卡兹宣布滥杀无故的凶手 头号敌人辛瓦被以色列国防军击毙 这是去年在10月7号以这个为名目马 才会以色列发动战争 大屠杀跟暴行应该以他为负责 画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透过媒体还有他们所公布的画面 就在这个房子里头 坐在椅子上是他最后的身影 辛瓦死前据说还根据这个以色列的情姿说 他重伤了还拿木棍去丢无人机 那最后还是身亡了 他死了之后会影响什么呢 会让战士有机会停止吗 拜登立刻公开的宣称 这是美好的一天 死了很多人 美好的一天 是不是这个所谓的美好的一天 在拜登口中 他说恐怖分子都逃不过制裁 但现在死的人真的是不止辛瓦 有多少的平民老百姓 4万以上的伤亡 那么美国跟全球而言是美好的一天 这样中东就可以结束冲突达成和解吗 听听到底以色列怎么说 阿坦雅胡说 对我们今天开始明天就可以停止战争 只要对方丢下武器 只要人质都交回来 但是无论如何怎么说 其实结论就是还是不会结束 因为没有丢下武器 没有立刻把人质交回来 只是为中东提供了和平的机会 战争没有结束 以色列会继续打下去 直到人质都归来 土地都归大以色列的 那其他的国家通通归他所有吗 哈马斯领袖死亡之后 我看到伊朗的部分群情激愤 也有很多的民众上街去抗议跟说要捐款 真主党宣布 对以色列的战争启动新升级 当然我们不知道 真主党还有多少战力跟影响力 但他的宣布表示他没有要放弃 数百名算事准备好 能够应对任何以色列 对南部黎巴嫩村庄的地面入侵 因为以外媒报道来说 以色列现在不只是陆战 陆军进攻轰炸之外 他连海军都冻上了 海军第一次说参与了攻击黎巴嫩 真主党的目标 那这个位置是对于南部 真主党目标 袭击的目标 发射器军事阵地 武器库用海军来加以攻击 而伊朗则说新瓦之死 更强化了反抗的精神 不是让战争结束而是让他们群情更激愤 以色列也传近日 先前伊朗不是攻击了以色列 大部分被拦下来 但以色列还是要回击伊朗 什么时候展开报复行动不知道 但的确在伊朗街头看到了很多 为这个新 所谓的新瓦被形容成凶手的这样的人 为他不平的声音 是不是真的会对立 越来越深根本不可能要停的意思 所以打黎巴嫩不够 还要打叙利亚 以色列说准备要建立一个缓冲区 目标从戈兰高地开始 一直延伸延伸到了苏维达战略地区的缓冲区 越来越大 所谓的大以色列 要控制包括叙利亚南部的行动地区 这个地方有美军在 但是他意思就是说 要把美军包括所在的位置 都要归为所有 由他来做控制吗 那么欧盟怎么看 欧盟一直认为 这个以色列的攻击过当 欧盟是六个国家 也准备说 要对以色列施加最大的压力 怎么样施加最大的压力呢 现在其实看不到实际的作为 那以美国来讲 它是完全不会有作为 甚至是在支持的情况之下 美国限起以色列30天 要改善加萨情势 这个就是欧盟没有办法满意的 这个欧盟外交首长 第一次用很重的话说 他是希望美国告诉以色列 现在立刻马上停止改善 因为有人道上的疑虑 连人道疑虑啊 援助啊 食物啊 医药啊 都被停止要改善 但是美国却让以色列 延期一个月 他们不知道 一个月会死多少人吗 连一般平民老百姓的 这个医药 或者是食物的救援 都没有办法 再来看一个画面 是在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 回应记者说 哇 以色列炸了整个村庄 有画面啊 那他怎么回答呢 听听这一段 这个记者访问的内容 回答就是说 村庄被灭 可能底下不知道什么人 也许没有人 是这样吗 或者是炸了人家市政大厅 把他市长炸死了 难道还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人吗 但是美方现在的回应 都是这样 所以美国的盟国 也不想躺浑水的情况之下 卡达首相说 禁止住卡的美军基地 被用来作为袭击伊朗使用 因为这个地方 距离距离在当地很近 如果用这个基地 来作为攻击的据点的话 目前这里美军 有一万三些名在这里部署 约旦就警告了 会全力应对威胁 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战场 因为这个大以色列的范围里 也包括约旦的国土 我们来看赖教授 从中东的战事发展到现在 难道辛瓦死了也还不够 反正一个再一个死 都说是头 都是领袖 然后再杀完就说 但是也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 看起来以色列是没有要结束 但是欧洲很多的国家的领袖 都在问以色列的内塔尼亚弗 你还要再打下去吗 你的仇已经爆了不是吗 因为辛瓦是这一次在去年 10月份的时候 以色列所面临的悲剧 也就是一千多人被杀 还有几百个人质的悲剧 他的主要的指挥官 就是他 辛瓦 辛瓦是既哈尼亚被杀了以后 他成为哈马斯的主要的政治军事领袖 现在他也被杀了 他被杀是一个意外 不是以色列锁定他 情报征收到他 然后对他进行攻击 不是 这是一个意外 也就是说跟这个哈马斯 跟宾拉登被杀不一样 宾拉登被杀是因为 美国已经掌握了宾拉登的情报 说他常在巴基斯坦军校的附近 所以用特种部队去击杀他 不一样 然后对于珍珠党的一些领袖 被杀的情况也不一样 因为以色列的情报 已经掌握那些领袖的位置 所以用精准的炸弹去攻击 去杀他们 不一样 他这次是一个意外 就是说美国提供有一些情报 说可能会有武装人员在哪个地方 也就是说在以色列的 在加沙地区的南部 后来被以色列的军方发现了 一个营长发现以后 就下令 就开火 所以不知道那一位人士就是辛瓦 所以他们是火力集中攻击 攻击以后发现有三位的人士 有两位在帮他前面开道 另外一位在第三位 他们就一直用火力攻击 然后就在楼房间的层楼之间 然后把他们隔开了 最后这个辛瓦被发现 他的右手臂被炸掉 指下左手臂就摊在那个沙发椅子上 然后无人机去了以后 他把无人机再丢 接着以色列就下令用轰的 所以等到他被发现的时候 他的尸体全身都是弹孔 都是炸弹的碎片 然后最后是用DNA的方法 看他的牙齿来确定 对 确定了他就是辛瓦 那当然拜登马上给 内塔尼亚胡打电话 祝贺他 说恭喜你 那此仇以报 那问题就在于 还不要再打下去 那欧洲的很多国家就是说够了吧 失可而止了吧 对 利仇已经报了 但是内塔尼亚胡很明显的还要继续打 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人质会不会处于更危险的一个状态 因为有没有可能 哈马斯他们为了要复仇 然后对于人质下杀手 所以人质的安全 我们更忧虑了 第二个就是继位者马上又会上来 然后继位者你的 对他的了解跟情报 越来越不能掌握的时候 那哈马斯的攻击 会不会更显得你无法掌握了 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变数 谁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目前以色列跟加沙的 这些地区的仇恨越绝越深 而越绝越深的情形下 我们也看到了 黎巴嫩的真主党 他们要反扑的力道越来越大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从原本的锁定在你军事的基地 作为打击对象 会不会开始扩散了 对于你以色列的 所有的平民百姓的住宅区 开始进行打击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不会战争又开始蔓延扩大 然后跟伊朗的这个报复行动 也就是伊朗说你不准给我报复 那如果你给我任何报复的话 我将会更加猛烈的报复 而更加猛烈的报复 会不会摆脱只在于金氏基地 那会不会再扩大 我觉得中东地区的战火 目前看起来完全没有停火的一个迹象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 以色列利用这一次的冲突 在蚕食侵吞 不属于他的土地 乔介长 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 以色列击毙了哈马斯的首领辛瓦 那这件事情拜登怎么说的 这是美好的一天 那如果现在正在选举中的贺锦丽他怎么说的 他说这一刻赋予我们机会 然后加萨的这个战争终于可以结束 其实这跟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 中国人讲的是博爱 可是对于这一些美国人来讲 他们讲的都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那这样其实也不过 也就是不断的杀戮 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这样的不断的杀戮 无论是我们讲到的哈马斯 或者是真主党 甚至伊朗这件事情 就会coding在他们下一代的脑海之中 所以他们从小就想要开始复仇 不过我们看到 这个他们击毙这个哈马斯首领辛瓦的这件事情 也就是其实可以给国军一些看法 也就是现在战争形态其实是如此 他们一直讲说要打这个什么城镇战 你有看到他们打城镇战吗 打成这样算是城镇战吗 不是他们打殲灭战 情报殲灭战 对殲灭完之后 他们还会用无人机进去扫荡每一个 空屋才发现这里面有一个人 他们其实第一时间也不知道这是辛瓦 只不过辛瓦丢了铁棍子 然后结果 然后他们不断的确认 透过牙科的这一些证明 或者是他们的外貌 他过去曾经被捕 所以DNA存留的来源 所以可以比对的出来 不过我们要这样子讲 也就是这一次又证明一件 又证明了布林肯当初说的 如果你不上桌面 你就变成菜单 那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菜单 美国当然不会开罪以色列 以色列是他的小祖宗 不过我们要这样子说 如果现在以色列的这种想法 也就是在黎巴嫩的南部建立缓冲区 然后在格兰高地建立缓冲区 那我请问一下 那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俄罗斯可不可以要求 他们在这四个省也建立缓冲区 那这件事情就开始考验 你是不是双标 如果以色列可以 那俄罗斯到底可不可以 那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那个苏利文讲说 这件事情 那个美方人员并没有参与 你不用参与 你就不断地提供装备 那也就是说 我们看以色列跟美国到现在为止 他们其实才是真正让整个中东 整个国际 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国际法的秩序 瘫痪的主要的凶手 所以敌人的命都不是命 敌人的人民的命也不是命 永明姐 从美国的总统拜登的反应 你当然第一个他看到新瓦 这个意外死掉 被炸死了以后 他当然要说 这是美好的一天 因为从美国长期的西方国家 在对抗恐怖分子来说 这他当然是他可能唯一的 合适的反应 在西方世界跟西方媒体的范围 但是就像我们传统的老话讲的 冤冤相报何时了 拜登另外一个希望是说 他说新瓦死了 有助停火 会吗 如果冤冤相报何时了的结果 他可能点燃怒火 对不对 尤其是 美国的媒体 New York Post 纽约时报 他去访问了一个哈马斯专家 这个哈马斯专家 他就分析 他说新瓦死掉了之后 可能有五个人 有可能接班 他排名第一个的 当然这个是专家的一个观点 他也只是专家之一 可是我觉得他的讲法 值得参考 他讲说第一个有可能接班的人 是新瓦的弟弟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那个新瓦的弟弟 本来就是说 没有像他这个哥哥 好像一直在领导的位置 然后比较活跃 可是他其实是掌握了 他们很多部署跟内情的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新瓦这个名字 在他们那个族群里面是大族 大家要知道 其实巴勒斯坦 他们会造成跟以色列 一直处在非常悲情的状态 跟他们内部都是那种 部族部族部族的 当时巴勒斯坦发生了 很大危机的时候 他们还必须十四族到北京去开一个会 他才能够彼此之间和解 所以他是这种状况 所以新瓦对他们那种部族 Tribalism的这种情况 新瓦这个名是有意义的 好 那如果真的是他的弟弟 新瓦的弟弟接班的话 那他们的观念是什么 报仇 对 以血还血 以眼还眼 而且他的报仇 非常有可能采取的方式 刚才赖老师也有提到了 就我们大家现在很恐慌的 就他可能会杀光人质 好 杀光人质的后果是什么 断了你所有和谈的路 那真的 渊渊相报何时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事件 给大家的教训吧 感谢观看